蘇拉颱風結構扎實 不過它帶來的風雨 對台灣的影響卻比原本想像的小很多 不過還是要特別留意 像目前我們是會在台東的富剛域港這一邊 在這裡的這個路橋 像我們旁邊所觀察到的浪呢 因為其實警鈴記者的就是一整排的消波塊 這邊的浪呢 其實打上來哦 幾乎是三個小浪就有一個大浪 至於說這個大浪還有到多大呢 其實它一打上來之後呢 大約它平均漸行的這個高度呢 大約是達到5米甚至是更高 幾乎是已經快要跟記者所站在的這個路橋 是差不多的高度的 其實靜靜的看哦 這畫面是非常的震撼的 相對來說呢 其實這個也如果說一接近的話 其實是蠻危險的 那麼除此之外呢 還有這個觀察到這個浪的海水呢 其實相對也混濁了很多 那麼其實哦 雖然說這個外圍環了 它所帶來的雨勢呢 是一陣一陣的 像目前來說台東市區的雨勢 就相對來講是比較緩和一些些的 不過還是要特別提醒 因為颱風其實還沒有完全的走遠 因此它可能會帶來的外圍環了 不管是風勢還是雨勢 這些都還是要特別留意的 以上是在台東 講我到這裡一下 請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